哈喽大家好,我是花博客的花花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薄荷这种植物我们要怎么养护 薄荷这种植物是一种非常非常好养的绿植 可以说只要是你掌握了它的养护精髓 想要养爆盆还是很容易的 薄荷是一种比较洗水的植物 平时我们可以多多浇一点水 一定要保持它的土壤是湿润的才可以 但是不能积水 薄荷它可以水培也可以土培 水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净杆给剪下来 然后直接插到水里面就可以了 很快就会长出白白的细根 而且薄荷这种植物它生长速度非常非常快 尤其是到了春天夏天这种比较温暖的季节 它的生长速度一般半个月左右都能爆盆 而且秋冬季节也可以在室内正常养护 但是千万不能冻着 因为它不太耐冻 秋冬季节的时候比较干燥 我们平时可以用小喷壶给它多喷一点水 这样它的叶子就会保持水淋淋的状态 就不会干瘪了 薄荷其实可以散发出非常清新的香味 就比如说花花手里面这一盆 摘一个叶子 碾一下闻一闻就有一种薄荷牙膏的感觉 很提神醒的 如果说大家想在工作之余放松一下的话 就可以养一盆薄荷 好了关于薄荷的知识 花花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吧